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中国的房地产业真的是彻底炸了 彻底完蛋了 最新消息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发布了最新的房地产 全国一二月份的投资数据 里面涉及到大量的开发面积 还有投入的资金都显示 全国房地产业都停摆了 都根本动不了 尤其是今年一二月份 呈现加速崩盘的态势 简直是不要不要的 而且显示资金的投资进入房地产资金 正在疯狂出头 数据相当惊悚 我们一起来求求看看 分析分析 就真的是不行了 这还是中国国家统计局 注了水的数据 而且这个数据 都变得乱七八糟的 但是出来的结果还仍然非常差 另外一头就是恒大 中国证监会公布了最新对于恒大处罚的意见 这意见我一看不得了了 也就证明什么 证明中国共产党开始甩锅了 把锅里面的措辞对于许家印 那就是批倒批凑的节奏 我们来看看里面的一些措辞 还有它的定性 我们就看出来什么 中国共产党不行了 他这个房地产崩溃 这个事情他就兜不住了 他就搞不定了 hold不住了 hold不住干嘛 把责任推卸出去吧 如果他还能稳住局面 如果他还能搞得定 那不至于这样搞 是不是 而且回头看 而且里面说 你这个许家印造假 我们再把他跟中国统计局的造假联合在一起 我们觉得特别有喜感 是吧 然后台湾还有一个消息很重要 就是台湾的财政部 公布了一个猛料 猛料显示 中国的经济正在快速的衰落当中 我们结合起来 分析分析 由于我们详细先来看房地产 房地产是中国多少老百姓都买了房 多少老百姓生计收入就业 你看这个搬砖的 是不是搞陶瓷搞家电的 都必须全部完蛋 全部完蛋 比如卖电器的 什么格力电器 全部都得完蛋 我们先来详细看看这个数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一到二月份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大家注意了 这个是开发投资数据 涉及房地产 我们说过很多数据 有二手房的成交 有没有接盘的买卖的 这是房价 这是一个数据 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 他就是一个什么 就投钱进去搞房地产 还有没有人投钱进去搞房地产 这很重要 就代表什么 大老板们把不把钱投进这个领域 他是投了AI 还是投了5G 还要投了电动汽车 还投了什么 有这么样 没人投钱进去 包括银行 包括银行也不愿进去 这个什么基金也不愿进去 外资也不愿意进去 中国共产党的政府也不愿意进去 整天让领导干部买房 他都想套现 所以投钱进去没有 这很重要 而且这幅度相当惊人 是同比下降9.0% 这是啥概念 这是加速崩盘的概念 下降9.0是啥概念 去年一到二月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速 当时是负的5.7% 你想今年是9 那今年呢 在 而且这也是注了水的 所以很可能今年下降的速度 比去年同期是快了一倍 今年是加速加一倍的往下走 就这个情况 大家很搞笑的 我看到一些国际大媒体 也是引用中国统计局的一种奇葩的 的统计的一个对比的口径说 今年一二月份降速 有所放缓 有所趋缓 这简直是罪了 他是怎么降速趋缓的 这是统计局就这样说 然后很多大媒体就这样引用了 哎呀 所以就不让我们这些 多样化的声音出来 这真的是不行 他是拿去年一到十二月的下降 来到比今年一二月份的下降 这是这傻意是有这样比的吗 今年一二月份只能比去年一二月份 他这个统计局也不知道是哎呀 我真是服了统计局这老六啊 他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 这样搞啊 他列了一个表一二月份 然后第二个点是一到三月份 第三个点是一到四月份 这样搞的啊 然后他就做出来一个拐头 哈哈就就把去年压低一点啊 就就把上面一个数压低一点 然后感觉这个数据在拐头 其实不是今年这个下降速度 如果同比去年的一二月份 是下降速度还快了一倍 你比如啊 今年一二月份 我整个国家亏了九万亿 是吧 那去年一到十二月份 整个国家亏了九点七万亿 按照他说的啊 是吧 那那那是趋缓吗 也就今年一二月份亏的钱 就是去年全年亏的钱 所以今年一二月份非常差 应该得出这么个结论 而不是趋缓 我今年一二月份亏的啊 比去年一到十二月份少了一点 所以趋缓了 是这样理解吗 你今年一二月份都亏了去年全年的钱 这是趋缓吗 这根本就不会趋缓了 所以我就重点强强 哎呀 所以我觉得太搞笑了 那所以其中啊 住宅投资啊下降的速度比全部投资还要大啊 就住宅因为他要还有商铺啊什么的啊 写字楼啊住宅投资下降幅度非常大 下降百分之九点七 开发投资额已经连续二十一个月下滑啊 而这里面因为这个房地产投资 那就代表什么 这就是GDP啊 那就大家这个这个有有活干呢 你不投资有有啥活干 就是 比如啊 现在全国房地产开发停下来 全部不要卖低啊 全部不不要不要有新新增 呃这个供应进来啊 中国的房价可能会相对稳定点啊 比如这现在就把所有供应停下来 什么新房全部不要卖了 但是一个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没有开工 那就没有这个活动啊 对不对啊 你你必须有有一个开工 大家才才捞水泥啊 才才才才建房子啊 这这样才有就业 就停下来维持这个价格 对经济来讲不靠谱 那就比如 现在股市就是啊 把IPO停下来 把这个套现 这个对实体经济的融资停下来 然后稳住股市啊 但是丧失的一个结果 一个一个后果就是 这个融资停下来了 融资停下对实体经济的一个支撑就停下来了 所以他这个是不可持续的 不可持续呢 那那他他最后会出出问题 我们出问题 我们在说吗 我还怕他不会出问题 是不是啊 我们走着瞧是吧 那还有这个数据 还有很多这个关于房地产 所以 从施工啊 到新开工到竣工啊方面啊 今年都不如去年啊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一到二月份 房地产开发啊 施工啊 就有有搬砖了啊 同比下降百分十一啊 然后新开工啊 这个下降的厉害 就没有新开工了 就旧的能做一下就不得了了啊 就保交楼嘛 所谓新开工下降很厉害 新开工下降百分之三十 就没有新开工的 现在还新开工来干嘛呀 都卖不出去啊 竣工还有竣工 那当然是这是整体的都少了啊 竣工就是做完卖出来 下降百分之二十 下降百分之二十 所以整个行业其实衰退非常严重 因为他这些同比都是同比疫情期间 就一年比一年差 过去四年 每一年都比上一年差 所以这 这个就是没谁了啊 基本上都归零了 然后统计局里面说销售啊 销售也是新房下降百分之二十 二手房他也是这样说吧 反正就是说二手房因为啊 你看这是国家统计局的原话啊 二手房分流了新房的需求 随着部分业主以价换量啊 就是降价了 然后就换来了 有一点点成交量啊 仍然维持二手房成交表现好于新房 这是统计局的原话 就就就就说了二手房的业主都在纷纷降价啊 降价 所以二手房的表现呢 就它更加贴近市场啊 它就更加好于一手房啊 那大家都想套现啊 这个有房的人怎么都在跑呢 是不是 但是如果他不把二手房抛了 他可能也买不了一手房啊 所以就存在这个问题啊 那之前的逻辑就是城里面的那种原住民啊 原住民啊 就是城里面的最早的吧 最早的那个国企工人 他们有分房分房 他们把老房卖掉 然后套了这个钱变成首富 再买新房啊 然后谁接盘的老房呢 是到城里打工的这种新市民啊 叫做新市民呢 就也也就相对在进城务工的这群人里面呢 有的人还是闯出一点名堂来了嘛 是不是啊 移民到海外的华人 很多收入不比呢 本地日本人 本地美国人低啊 是不是啊 就是有的人还是 那这个这么这么多人 总总归有一些人是跑出来了嘛 跑出来他赚到钱 赚到钱 他就接盘 原来的那 所以这这就是其实城镇化啊 然后那那些进城务工人员啊 这这些中国人的奋斗和努力呢 这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一个需求的源泉 而现在中国人口也老化了嘛 然后新生代越来越没有机会了 以前是有有点机会改革开放 江泽民的时候机会最多 当时有很多人确实进城务工 打工也能够赚得点钱 然后什么回乡 回乡买房啊 回乡盖房子 以前确实有 以前江湖时期现在确实还有 那现在就就都都差很多咯 肯定啊 然后这个国家统计局披露啊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代售面积 你看代售面积什么 就是这是唯一一个增长数据 代售面积就是 库存啊 就是库存啊 商品房代售面积有多少啊 75969万平方米啊 同比增长15.9% 你要数据 这就是数据 库存在增加啊 而且住宅要商品房里面住宅的代售 面积增长还特别快 增长百分之23.8% 这这算的是一手房啊 这是一手房的这个代售面积啊 这都都没说二手房 二手房那更没谁了 我昨天不就说了杭州吗 杭州就的库存 过去这几年 越是火的城市 再过几年就会越惨 大家听好了啊 这个这个逻辑 就过去这几年 他越是 你比如杭州 之前就亚运会嘛 他越是之前 红红火火啊 有很多新建楼盘 建到到处一个高楼拔起 后面就越惨 为什么 因为他累计的库存将会越多 嗯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当年有多风流啊 以后就有多啊 这个叫这广东话叫几朵啊 几朵啊 这个这怎么说啊 普通话怎么说啊 大家在在留言区告诉我啊 然后这个房企啊 今年一二月份房企的到位资金啊 说说到位资金同比下降24%啊 跌幅较 2023年1到12月扩大 你看还加速下跌 就没有到位资金嘛 啥叫到位资金呢 他原话是 开年房地产到位资金 迎来较大降幅 主要是销售端下滑的影响啊 就是卖房 就是回笼资金啊 还有借到的钱啊 借到的钱也不容乐观 呃 房企啊 定金啊 这里面有一个定金和预售款 下降34.8% 嗯 那是太厉害了 本来过去几年疫情期间已经很差了 其实今年债比 去年下降 34.8% 这个定金呢 就收取这个房子的定金 呃 那就几乎都跌没了 还有个人按揭贷款 下降 36.6% 而个人按揭贷款 这里他给了一个数是 2214个亿 这跟统计局说的社会融资相距甚大 应该来讲房子撬动的资金应该来讲是远远大于车子 而现在我们看到房地产的一二月份个人按揭贷款只有2200亿 2,000个亿出头 2,000亿出头哦 社融有他说有几万亿哦 我不知道社融这几万亿是跑到哪里去哦 个人按揭贷款只有2,000亿 车肯定比房少 这都不用说肯定的 今年车都都在搞价格战 所以把车跟房都刨去 啊 我就算车是房的一半啊 这个两个合起来3000亿 那其他几万亿是什么 我说这社融呢 那房子个人按揭就2000亿 把房子车子刨去 究竟剩下这些社融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可以假定那社融是假的 真正的社融就个人按揭贷款 然后我就让他乘以十倍 牛了不行了 乘以十倍 也就两万亿 这跟统计局说 这跟央行说的 他说社融有六万亿 我不知道六万亿来也来 所以 此外啊 还有一个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国内贷款啊 国内贷款 你才贷出来3000亿啊 你说都没钱了啊 然后下降10% 然后利用外资基本上是零了 利用外资一直都是零了 过去几年的外资根本都不敢投中国房地产 啊 就是从香港拿到外资 他他都都不算啊 然后自愁之间才剩下五五千多亿啊 下降15%啊 那根本就没钱了 所以老板们都在加速跑路 都没敢把钱进去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感觉没钱 就是没钱啊 我与此同时呢 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啊 加大对这个找人负责 他自己不负责 按理来讲 这现在这个局面应该是习近平负责 这是房租不炒这个政策造成的一个错误 政策造成的 但是不找不找习近平的麻烦 找谁的麻烦 找许家印的麻烦 这个恒大地产发布 发布收到中国证监会 你看吴钦是吧 吴钦发布的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告知书 对许家印 恒大地产 下海军等等等人 一个进行罚款和市场禁入的行政处罚 这是行政处罚 里面说 里面是这样说的 许家印决策并组织实施财务造假 手段特别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你开始批许家印 这里面他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把责任先归到许家印这里 第二个敲打其他的开发商 你看你这碧桂园信仰的 你你不给不给我搞定 还有其他的你们自己看的办 还有那玉亮 还有那王石 别吃红烧肉了 赶紧把钱钱拿出来 稳住万科 不然出了啥事 你们就是第二个许家印 所以这是一个敲打剩下的人 也是看得出来 中国共产党其实是没有什么能量了 按理来讲 以前你看我们都指望中国共产党救世 是吧 现在他不是救世 他出来就是收拾底下人 他每次都这样 现在一出了问题 他不会救世 他是找下面的人的麻烦 然后把钱罚完了都罚给政府 底下的老百姓到现在都烂尾楼没人管 然后他也把钱罚了 这就这样 我现在中国P2P开始就这样了 P2P把我爆了个大雷 他把P2P的老板还有员工的钱全部罚了 罚了之后 储户没收到钱 中国政府得了钱 我就是这样 反正现在房地产也是这样 然后许家印特别严重 要终身进入 这还不会形式 这全部是证监会给他开的行政罚款 然后查明 你看吴清开始这边就罚款了 到处罚款 吴清开始捞钱 然后开始捞钱 然后恒大地产 许家印设嫌违法事实 主要三项 恒大地产虚假记载 造假 统计局也造假 数字特别巨大 没有一个数据比中国统计局的数据巨大 我认为你要说统计 这个什么虚高 你说当年 他现在说 恒大地产 有几千亿都是虚假的利润 都是虚增的收入 那这个GDP要不要调低呢 这个GDP有这么高吗 你这开发商全部是造假的 你现在公然说他们是造假 那也就是什么 也就中国统计局的这个这个数据都是假 因为统计局的数据是这些企业给他的数据 是不是 所以就证明什么 中国所谓经济增长都是假的 那就是说 那这证监会清点 证监会说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是假 你看这这许家印还到过天安门城楼 许家印还还跟习近平关系很好 你看这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这什么 他又指出 许家印全面管理恒大地产各项业务 受益其他人虚增利润 手段特别恶劣 也就是什么 这都是许家印干的 跟我们没关系 其实当时恒大地产出事 中国政府是公然给他站台 天天都说恒大可防可控 是不是 当时谁说恒大可防可控 恒大可以挽救 谁说的 当时都是中国官媒说的 所以现在我们把当时中国官媒 对于恒大地产的描述 我觉得应该可以行政诉讼中国那些部门 当时谁说恒大地产问题可以解决的 你就追究他们的责任 应该是这样 是不是 当时不是说房地产问题可防可控吗 是不是 怎么现在碧桂园也报了 万科也报了 是不是 所以恒大地产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自我打脸 现在罚他几十亿没钱吧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 台湾财政部出来一个消息 非常猛 那就是什么 台湾太普高精密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太普高申请对中国大陆产的进口 平面印刷用板材反倾销调查完成认定 中华民国财政部完成清销认定 就是中国大陆涉案厂商 这个存在清销的问题 那就认定了 就中国是在清销 也就是什么 也就证明了台湾还跟着大陆赚大钱呢 有大钱吗 中国大陆在清销台湾 清销是什么 清销就是他那里没生意做了 强行抢台湾的生意 就这个意思 抢台湾的钱 这就是中国在做 所以还指望什么统一 统一台湾有饭吃 你看现在都还没统一了 中国已经在清销台湾了 已经在抢台湾的生意了 他都没给台湾创造生意 他还在清销台湾 他还在抢台湾的生意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事实是吧 所以中国现在已经他自己都不行了 今天我看他 他那个什么光伏龙头 龙肌绿龙 大面积财源也搞光伏的 财源30% 就是这样 这就是实际情况 所以他自己一身烧 他自己都没市场 还到处抢巴西市场 你都不搞高端 还跟巴西抢市场 还跟越南抢 所以他档次多低 你看 是不是 所以他产业也没升级 说到底 是吧 这就是中国经济跟的一个中国梦碎 牛皮吹爆了 牛皮吹爆了 所以今天先说这么多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 拜拜 拜拜